大家好 欢迎来到谈天说地 当地时间7月21日 据相关媒体最新消息 共赴巴黎 竹梦赛场的字样 出现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餐厅内的壮形大蛋糕上 中国跳水队切完这只壮形大蛋糕后 于昨晚启程奔赴巴黎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 中国跳水队在十届奥运会上 累计夺得47枚奥运金牌 无愧梦之队的称号 关于历史辉煌 中国跳水队的辉煌历史 可以追溯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自那时起 中国跳水队在国际赛场上 表现出了卓越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47枚金牌的背后 是无数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他们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树立了标杆 关于巴黎奥运会展望 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 将于当地时间7月27日开赛 共将产生八枚跳水金牌 中国队的目标是包揽着八枚金牌 再次向世界展示他们的统治力 女队的双保险 在女子跳台项目上 全红禅和陈玉希是中国队的双保险 这队搭档在过去三年多项大赛中 从未在双人项目上让中国队的金牌旁落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比赛中 全红禅夺金 陈玉希摘赢 巴黎奥运会周期 这对双子星在相互竞争中不断成长 全红禅表示 神仙打架将是本届奥运会女子单人跳台的主旋律 谁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就看临场发挥 而在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中 只要两人正常发挥 基本没有意外 就看他们能携手上演多少次水花消失数 在女子三米板项目上 陈玉文和昌雅妮也是中国队的夺金双保险 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但他们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同样令人期待 陈玉文已经在巴黎奥运周期 拿下市井赛该项目两连贯状态稳定 女子双人三米板项目 两人配合默契 在这个奥运周期保持参赛及夺冠的完美表现 关于男队的新劳组合 家有一劳 如有一宝 29岁的曹元是男队的领军人物 作为奥运会四朝元老 前几届都在不同项目中获得金牌 他不断更新着自己的目标 永不停歇 即便去年接受肩部手术 曹元依然坚定地向巴黎奥运会发起冲击 本届奥运会 他将和杨浩参加男子单人十米台项目 26岁的杨浩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他还将搭档炼俊杰参加双人项目 两人已经在市井赛联手实现该项目三连冠 在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后一项大赛 2024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上 杨浩和陈玉希还分别获得最佳男女运动员称号 上届奥运会 经验丰富的谢思逸 与初出茅庐的王宗元 包揽男子三米板金银牌 并携手摘得双人三米板金牌 如今 王宗元成长为男队中坚力量 在巴黎奥运周期 他已经实现了市井赛三米板的三连冠 本届奥运会 除了与谢思逸 继续出战单人比赛外 他将带领21岁的龙道一 在双人比赛中争取金牌 竹梦八金 经过三年 中国跳水梦之队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 也经受住了各项大赛的洗礼 展望巴黎奥运 其实没有对手能撼动中国跳水队的统治地位 十位世界冠军组成的超强阵容 唯一的悬念在于能否包揽八金 此前两届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都是拿到八个项目中的七个冠军 距离包揽只差一步之遥 面对欧美高水平运动员的冲击 稳才是重中之重 王宗元分析说 目前英国、墨西哥、朝鲜等队的选手 在巴黎奥运会上会有很强的竞争力 跳水队中的媒员都期待能在奥运会上包揽八枚金牌 但我们还是要先做好自己 在剩下的时间继续打磨技术动作 提高自己在场上应对困难的能力 挑战与对手 在东京奥运会 中国队在男子双人十米台出现失误 区居亚军 冠军被英国组合托马斯、戴笠、马修、李霍德 今年 即将第五次征战奥运会的戴笠 与新搭档威廉姆斯参加这个项目的角逐 他们将是杨浩练俊杰组合的主要竞争对手 男子单人十米台的情况更加复杂 中国跳水队在去年福冈市井赛上的唯一丢尽项目 就是男单十米台 当时澳大利亚选手卡歇尔、卢索暴冷夺冠 此外 本周期表现出色的乌克兰选手谢列达 与代理搭档双人项目的英国选手威廉姆斯 以及还不满18岁的日本小将玉井陆豆 也都实力不俗 今年2月 中国跳水队在市井赛拿下全部8个奥运项目冠军后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周纪红表示 期待中国跳水队在巴黎奥运会表现更出彩 训练与准备 为了备战巴黎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支持下 队员们在专业的设施和设备下训练 他们不仅在技术上不断打磨 在心理上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通过模拟比赛环境和高强度的训练 队员们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陈玉希表示 代表中国出战巴黎奥运会 大家会以集体的荣誉为共同目标 从而尽力拼下每一个单人和双人项目 他们在训练中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不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还在心态上保持平和 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比赛 心态与团结 在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中 心态的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跳水队注重团队的团结和协作 每位队员不仅在个人项目上追求突破 更在团队项目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默契 贴贴 抱抱 这样温馨的场面不仅出现在双人赛场 也经常在单人赛场出现 携手为国家争夺更多荣誉 这是两人共同的目标 对于市井赛女子单人 十米台三冠王陈玉希来说 巴黎奥运会的女单 十米台金牌 是个人金牌大满贯的最后一枚拼图 不过 每次提及对内竞争 她都表现得格外大度 有竞争才有提升 感谢全红禅的出现 没有她我可能 也没有今天的水平 关于中国跳水队的未来 中国跳水队不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更在不断培养新生力量 为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年轻一代的跳水运动员 在前辈们的带领下 不断成长 进步 他们继承了老一辈运动员的优良传统 同时也在创新和突破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光辉时刻 展望未来 中国跳水队将继续在国际赛场上 书写辉煌篇章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比赛 更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 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些体育专家评论称 共赴巴黎 逐梦赛场 这不仅是中国跳水队的口号 更是他们追求卓越 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每一位队员都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 踏上了巴黎的征程 他们将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 展现中国跳水队的实力与风采 为观众们奉献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无论结果如何 中国跳水队已经用他们的努力和坚持 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与赞誉 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 让我们共同期待 中国跳水队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见证他们创造新的辉煌历史 另据最新相关媒体报道 尽管巴黎奥运会尚未正式开幕 中国跳水队的全红禅 已经传来了三大喜讯 这不仅是对全红禅个人的巨大鼓舞和肯定 也预示着他在此次巴黎奥运会上 有望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连国际泳联都对全红禅感到骄傲 那么全红禅传来的三大喜讯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是入选英媒评选的奥运会 最值得期待的年轻运动员名单 全红禅成为唯一一名入选英媒评选的奥运会 最值得期待的年轻运动员名单的中国运动员 该名单共计三人 英媒在点评全红禅时 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期待 14岁的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上 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 击败了15岁的队友陈玉希获得金牌 在五跳中的三跳中 七名评委给出了满分 赢得奥运会金牌之后 全红禅又获得了五次世界冠军 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 全红禅将继续书写传奇 其次水花消失数获得巴黎奥运会官方认证 巴黎奥运会官网在介绍全红禅时 特别提到了全红禅时代创造的 属于他的专属名词水花消失数 并给出了英文翻译版本 Water Splash Disappearance Technique 尽管这句英文听起来复杂 但其意义却非凡 这一认证不仅是对全红禅 炉火纯青跳水技术的认可 更是对他对跳水这项运动 所做伟大贡献的最高赞美 第三 国际泳连将全红禅的 6243D跳水动作 列为教科书示范本 国际泳连在奥运会期间 为了让世界各地的跳水爱好者 更加了解和喜欢这项运动 特地用实际案例 进行讲解和科普 其中 全红禅的6243D跳水动作 被国际泳连列为科普视频 成为完美无瑕的标准动作 这就像是你的作文 被老师当成优秀案例 当着全班的面来朗读 你说骄傲不骄傲 国际泳连 为跳水领域 拥有全红禅这样一位 优秀的选手感到自豪 全红禅的出现 极大的提高了十米台这项运动 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和受欢迎程度 巴黎奥运全红禅再续辉煌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 全红禅将代表中国跳水队 参加两个项目 一个是女子十米台项目 另一个是与陈玉希搭档的 女子双人十米台项目 全红禅的目标是实现未免 争取创造奥运会两连贯 通过这三大喜讯 全红禅不仅为自己 也为中国跳水队 争得了荣誉 带着这些肯定与鼓舞 全红禅有望在巴黎奥运会上 继续书写属于她的辉煌传奇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